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号下午台东女中校长曹学仁与家长会长张伟杰 带着高三应届毕业生来天后宫拜拜 祈求上天保佑 希望接下来的学策指考能够获得好成绩 寻往年惯例 每逢这个时候东女校方都会举办八高中的祈福活动 盼望孩子们都能在未来的指标性考场中为自己争取高分 去年东女升学率达到94.6% 新人校长曹学仁也期待学生们积极准备 面对即将而来的学历测验 希望我们孩子都能够安定其心 能够兼任其志 然后在这个考场上能够有更好更结束的表现 那同时我想台东女中身为地方的一个重要的学校 能够为地方学子培养人才是我们的分内一个任务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在教育的现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够为台东所用 也能够为我们地方所用 当天天后宫庙方也特别准备过如家时过的文昌笔 赠送给学生们 由校长曹学仁带为授证 因为我们那个今天刚好学生考试完毕 那我们为了要给他信心 所以带学生来这边 然后祈求文昌帝君给他们一个信心 那马祖庙也刚好也做了一个证笔活动 那也让我们学生可能 22号考试的时候会更有信心 你这一次心目中的理想学校是哪一天 呃...就...高雄参旅吧 就想要...算是想要去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台东女中为台东指标性的升学重点学校 历年来考取公立大学的名额不断增加 如此可以证明只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与求学 即便在各方面资源都无法与大都市的学生相比之下 台东的孩子依然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实现进入心中理想大学就读的愿望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时报导 年关将近华山基金会每年都会募集年菜 其中呢住在东河75岁独居的阿公成道 因为借助亲戚的公寮 环境相当简陋也没有位于设备 每天竟然只能用冰冷的山泉水来洗澡 华山基金会就特别和许信祥呢到成阿公的家呢 安装的热水器并且同时享用年菜 让阿公呢感觉到相当开心 小小的菜园里种植了葱 九层塔和辣椒 这些都是成道阿公要拿到山下去卖的 一人小S公公许庆祥和华山基金会的志工 也利用机会共同帮阿公采收 他那个小小招的 其实小小招的他很有海招 长期配合华山基金会关怀弱势的许庆祥 每到岁末年中都会捐助台东偏乡独居的老人 享用团圆大餐 今年也不例外 这次号召亲友募集了39万多元 其中特别来到东河乡 关心这位75岁独居的成道阿公 因为天气太冷了 洗好澡 他的米酒又没有了 昨天晚上就在咳嗽了 因为他是洗完冷水 他都会喝一小杯的米酒比较暖身 我是觉得台东这个地区老人会比较多 因为年轻人都跑到西部工作 那剩下都是老人 而且老人人口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大家都会老阿 所以我想说应该支持这个华山基金会 这个关怀老人 因为借助亲戚工僚环境简陋 没有卫浴设备 冬天只能用冰冷的三泉水洗澡 花山基金会也为他加装新的热水器 徐庆祥表示台东的老人比率偏高 社会福利资源有限 需要靠民间益助来帮忙 自己也是台东人 希望藉由此抛装引玉 并呼吁各界三星人士来帮助关心这些社会弱势的角落 东南新闻 陈静雄 东河湘采访报导 拥有120年历史的台东大学附属小学 历经时代变迁 走过战争 承受过天灾的洗礼 其实呢 学校的建筑能够保留下来的也不多 也相当不容易 绝大部分的校舍 早期就已经融生在市中心的中央市场里头 从矮小老旧的日式建筑物不断改建 修缮 扩建成为目前的样貌 让后来就读富小的学童 可以在美轮美奂的现代化设施的学校 能够开心就学 120年历史的东大富小 有着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岁月痕迹 他记录着战争前台东人接受教育的环境 同时也有着台东人从小到大的共同回忆 非常高兴就学校这样的成长 因为早先我们台东大学富小 在上课的地点 可能是在富小校区医院 像现在我们旁边的停车场 或是说跨过水果街附近 都是早年的校区的部分 那时候还有区分高年级跟中低年级念书的部分 校尾回来大概有看到 就比如说学校最近有设立温水游泳池 对学校大概就是经营我们学校的教育场域 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们也不约同提到 就是学校早先几个面貌 像是我们校门口有那个长颈鹿 或者是说我们早先富小 其实是有几个地方 有那个饲养动物 或是说让学生观察部分 后来因为政府的政策 还有一些大概后半请留感的部分 那学校这部分慢慢收起来 但是校友的共鸣跟共通点是蛮多 那几个校友回来对我们学校几个像是家东或是张树的老树 那这个部分保留也是勾起他们在小时候在我们富小校园里面留下一个很棒的一个美好的那个求学的回忆 东大富小校使馆历经20年筹备 120年校庆毕业校友都重回母校 有不少退休教职员也回来参观 走过日志明初 他们就是学校历史的见证 一家三代都随着东大富小成长 如今已经退休的郭成郎老师 对于学校的用心认真办学感到余有荣誉 三代都是在这个学校生活教育还有学习 所以非常满意对这个学校非常满意 不是说我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当主任就是夸奖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就是等于说是台中县的模范学校 也以这个学校为荣 所以我在这边非常谢谢这个学校 也栽培我 也栽培我们的孙子 无论是上课时间 有老师带领参观校使馆 或者是下课的时候 学校的学生都喜欢围绕着校长 到校使馆来听故事 看着古时候的老照片 小朋友们的想象无限 学校也十分欢迎乡亲们前往参观 一起感受百年的历史岁月 东台新闻吕玉清台东市东大富小的采访报道 在关山镇农会整体游程规划之下 8号上午见百名来自台东市雨池上的游客 到关山体验农游套装行程 其中一战就是要夏天感受拔萝卜的乐趣 虽然最近因为雨下的太多 导致大多数的金胶萝卜 生长受到影响 体型变得超迷你 不过却不会影响到食用的口感 甚至还有民众说 这样的萝卜才会更脆更甜 带你一起来看看 周六上午太阳露脸 只见一群人在田里走来走去 开心得不得了 这里是关山镇农会举办的农游套装行程 让游客亲自体验拔萝卜 虽然前不久大雨直直下 影响到金胶萝卜的生长 原本应该是白白胖胖的外形 结果每个采收萝卜 一个比一个还迷你 你以为还没成熟不能吃吗 他们可不这么认为 因为今年的天气 算得比较暖 比较暖的时候 因为菜头是属于寒带的作物 如果天气比较软和的话 反而它的萝卜的成长会比较缓慢 关山镇农会近年来 规划中古县旅游行程 让游客玩得到座民景点 也能享受到当地美食 一大桌充满客家风情的风味料理 超过八成的菜肴里 都有萝卜的影子 带来我觉得我们新浦社区 就比较有知名都有打出去的 尤其是来到这里 不能不吃的老菜脯鸡 选取当地养殖的放山土鸡 再加上古法腌制 超过20年的老菜脯 汤头温润香甜 鸡肉扎实有嚼劲 让当天来到这里的游客 吃的是赞不绝口 东南新闻张家为观察生报道 由桃园平顶狮子会和台东 新生狮子会联手举办 将爱传送到偏乡的活动 特别邀请到海端乡的 加拿国小全体 38位小朋友 到牛排店享用牛排大餐 很多小朋友都是第一次吃到牛排 让他们感觉既满足又开心 也说要感谢狮子会 举办这样的活动 也说将来都要跟这些 叔叔阿贝一样 长大也要请小朋友来吃牛排 来自海端乡加拿国小38位小朋友们 津津有味的吃着牛排 这是桃园平顶狮子会和台东新生狮子会 联合举办将爱传送至偏乡活动 狮子会会长们表示 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小朋友 共同制造美好的回忆 平顶会跟台东新生会是兄弟会 所以我们的思宜的情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所以我就故意跑到台东来 因为台东比较偏远 今天主要举办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在他成长之前有一个童年的回忆 这一个活动也是我们狮子会的一个宗旨 就是照顾弱势团体 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服务之一 我们与桃园的兄弟会 平顶狮子会 来这边做这一个社会服务 那我非常感谢桃园给我们这一个机会 让我们也为我们台东照顾这个弱势团体 好谢谢 开不开心 开心 你是第一次吃牛排吗 嗯 第一次 第一次哦 加拿国小校长表示 将来小朋友回忆起以前 曾和同学们一起吃牛排的场景 希望他们能够知足感恩 产生帮助弱势的心情 今天他们受到狮子会 无论是新生狮子会 还是好远的平顶狮子会 他们照顾 我们是希望说他将来长大之后 你要学习蔡会长他们这种胸襟 还有照顾我们的这些狮友 在人家给你帮忙的时候 你要反思将来长大有能力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习 有一天当他企业有成 他变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 他也要能够学习他们这种豁达的 会服务的精神 东台新闻李婉珍 陈静雄 采访报导 民进党台东籍区域立委候选人刘兆豪 上个月也就是12月29号的上午 在竞选总部发表了第一支竞选广告 而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也特别来到台东 帮刘兆豪站台助阵 影片内容主要是在表达 刘兆豪一步一脚印 走过台东每个角落 关心每一个乡亲的铺陈 而游锡坤也在会中指出 以刘兆豪脚踏实地的经营 一定不会辜负到台东乡亲对他的期望 2016总统立委选举进入倒数阶段 国民两党都请出重量级人物站台助阵 除了宣传文宣以及造势活动 民进党台东区域立委候选人刘兆豪 29号上午在竞选总部 发表了第一支竞选广告 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特别来到台东 帮刘兆豪站台背书 是我的家 这片我生活了四十几年的土地 原本 我以为我非常了解它 这十年来 我有机会踏遍台东每个角落 才更发现 它的美好与失落 丰富与不足 但是我相信 台东的未来 会更好 游锡坤在会中指出 刘兆豪是一位行政 立法 司法 权材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中 都担任过要职 无论是在法官 副县长 甚至到立法委员 他都很认真的做好每一个角色 都没有让详情失望 赵豪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他不只是脚踏实地 我在我的脑海里面 想到刘兆豪就觉得他是一个全才 全才 为什么是全才呢 能够在行政担任副县长 在立法当国会议员 然后在司法当法官 可以说 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里面 本来就很少 蔡英文曾经讲过 赵豪是他最骄傲的学生 最骄傲的学生 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总统户型 很可能成为未来总统的 这个蔡英文 对赵豪是非常肯定 此次竞选广告的主题 台东是我家 用双脚走遍每个角落 正如刘兆豪真实的写照 这几年也就是这样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 真正去关心每一位乡亲 这个几乎是我这几年来 生活的一个缩影 这几年来我几乎踏遍台东的 每一寸的土地 每一个角落 也让我更深刻的了解到台东 它在这些优美环境以外的 还有许多地方要我们去努力的 那这四年来 那当然我不敢讲自己 已经做了百分之百的好 但是我接近我的所能 跟我的团队 希望让台东的整个生活环境 能有所提升 那大家非常关心的 南卫铁路电气化 已经在去年11月动工 总工程经费280亿 那台东跟台北一票难求的问题 没有全面的双轨化才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那去年已经开始正式启动这整个计划 刘兆豪强调 虽然在县长选举期间 跟黄建廷有竞争的关系 而竞争已经高于段落 未来当选一定会认真地扮演好立委的角色 只要符合台东县民最大的利益 不分党派 不分政党 全力地来协助台东县政府 像我跟黄县长虽然曾经有竞争关系 不过那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竞争是处在一个良性的 然后让台东更进步的一个这样的竞争关系 但是这样的竞争关系 已经全然的高于段落 那将来刘兆豪 在立法院这样的 我会扮演好 我应该有的一个角色 从赞英文 陈建仁 陈菊 到游席坤 相继都来到台东 为刘兆豪站台 显见民进党对台东的重视 也充分展现民进党的团结 势在必得的气势和信心 东南新闻 陈建雄 台东市采访报道 赵豪赵豪赵豪 动帅动帅动帅 谢谢大家 掌声掌声 谢谢 位于市区中正路的大同市场 最近发生有民众会将家中的垃圾 拿到市场内丢包 而垃圾就引来了猫狗的啃咬 还有蚊虫的滋生 菜市场却变成了垃圾场 造成市场内的摊贩 还有商家相当困扰 也向主管单位来反映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任意弃制废弃物跟垃圾 请大家要发挥功德心 如果经过查获属时 将会予以开罚 李阿贝从市场内用推车一趟一趟的推着摊商菜饭 做生意所产生的残渣菜叶等废弃不要的垃圾 往垃圾车上倾倒 李阿贝的工作就是负责市场内的环境清扫 与摊贩业者的垃圾清除 大同市场里各店家摊贩 顾请来整理环境及青岛垃圾的专人就是李阿贝 看着李阿贝有些吃力的抬起塑胶栏倒垃圾 身旁还要有人帮忙扶上一把 助他一臂之力 我希望以後才能解決我這個問題 台東市中正路上的大同市場 是一處歷史悠久的傳統市場 雞鴨牛豬肉品、魚類海鮮、蔬菜水果、雜貨跟麻醬應有盡有 對於當地附近民眾要選購料理三餐的食材相當便利 也都習慣到大同市場才買 近來卻有民眾貪圖自己的方便 將家中的垃圾利用深夜偷偷地丟棄在市場內 造成貓狗啃咬垃圾以及文銀蟑螂滋身 儘管市場的入口處放置了告示牌 但是貪圖異己方便的民眾依然視而不見告示牌 繼續暗夜丟垃圾 造成市場內的商家攤販困擾不已 向相關單位反映 也向本台投訴 近來台東市公所接獲大同市場貪傷反映 常有民眾利用深夜時間 將家中廢棄物及垃圾棄置於市場內 造成貪傷困擾 依廢棄物情理法規定 民眾任意棄置廢棄物及垃圾 一斤查獲將面臨1200元至6000元不等的發販 台東市公所在此呼籲民眾缺悟貪圖自己的方便 造成別人的困擾 也請民眾發揮公德心共同營造一個美好的社區環境 呼籲民眾請不要任意的棄置廢棄物與垃圾 一斤查獲將會開發 請民眾發揮公德心 並且愛惜自己辛苦掙來的新台幣 自己的垃圾自己丟 維護公共場域的整潔與衛生 讓大眾有一個乾淨美好舒適的生活環境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報導 再來關心氣象方面的資訊 落在了19到20度 中南部大約是23到25度 不過呢到了星期天呢 甚至呢可能還會更暖和一些 這兩天建議大家可以把握時間出去遊玩 不過也得提醒您了 從星期天晚上開始呢 因封面的北部 東部就會開始降雨 到了下週一下週二 封面通過溫度又還會再下降 請記得一定要隨時留意溫度的變化 隨時保暖 封面的酒吧 請先給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星星座方面运势 本月主打星图像星座的摩羯座 贵人星座是金牛座 星运数字则是为三 整体运势普通平平的状况只有三颗星 看看您当天整体运解析 当天有可能很容易动怒 伴侣有一点小毛病 都会让您觉得看不过去 小心因此双方都会发生争吵 好运不会主动找上门 建议您出去活动活动 机会会更容易把握 与过去的同学取得联系 会让您多方面都会有所受益 分享一则的例子小语 在争取理想实现的奋斗中 唯一的报偿只是一个机会 不必指望明天将会有这个机会 而是必须努力不懈 以上讯息以您做分享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台东人关心台东市 请锁定儿时频道 我是家威 我们下次再会 让爱情被你主导 无所谓我够渺小 不平衡其实也不算早 付出的多少 我从来不计较在你生命之后 完全到了不会折磨 我知道你都会欣赏我的偶尔时空 站不到没什么 完全被快乐 完全被快乐 完全被幸福 完全被爱情 完全被爱情 我也让你奢望 我还以为爱 就是要体贴的退让 我们一起带得落马 我们一起带得落马 你却跟他拆了声杀 在我勇之爱 争主的天堂 我从来好 我余国人的总和 你不要了 我一直在花 你不要担心 我一会 我一直在花 我一直在花 你把我的照片 我一直在花 你不要担心 我一直在花